妈妈,我以后肯定会好好学习的 为什么这么说呀 因为好好学习才能挣更多钱呢 这样的话,等我女儿以后想吃榴莲了 就不会因为太贵而买不起了 我不给你买榴莲 那是因为榴莲太臭了,知道吗 我不乱闻那味儿 其实吧,咱们两个可以A吃打烟一半 那榴莲咋分呢 也是一二一半啊,公平嘛 行 你快分的 这一半是我的,这一半是你的 你啥意思啊 这个臭,你不愿意闻这味儿 不是 蛋糕呢 给你老板送去吧 我让你九点钟之前送到现在几点了 八点七十五 你还好意思说呢 我告诉你了吧 让你写张条生日快乐 你写了吧 写了 你写了啥呀 我写的是张条生日快乐呀 我老板叫张条啊 那我哪知道 我懒得跟你说 老板刚才发消息了 看我明天都不用去了 嗯 那后天去呗 后天都不用去了 那一下放双修啊 哎呦你妈 哎呦我的妈呀 我看我以后都不用去了 咋的一下子过年假呀 哎呦我没饭啊 没饭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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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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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呀 妈妈 刚才我看见爸爸跟一个年轻又漂亮的女孩去逛街 真的吗 真的 然后呢 郁芝后续请冲VIP 哦 不说了阿导 我还不想听呢你 嗯 哎 等会儿 咋冲 一百 啊 行啊 她们手拉着手走进了一家饭店 有说有笑的可开心了呢 然后呢 那个女孩是谁你认识不 郁芝结皮请冲超级VIP 嗯 嘲 多少钱 二百 嗯 行啊 给你啊 那个女孩 这是我呀 这是我呀 大不大我去了哈宝和披萨呢 你起来一下我找个东西 嗯 你找什么呀 你不跟我生气了不搭理我了吗 找个台阶呗 那你的意思是想跟我和好呗 行不行吧 行行行 行 但是我有一件事想搞清楚 就是我和你爸在你心里到底谁最重要 啊 你就想让我说你最重要呗 啊 对啊 你要想让我说你最重要的话 下回你能不能别当作我爸面问呢 行 就当我没问 行了吧 那这样吧 你拿着你的零花鞋 你带我出去看看世界都行吧 那必须满足你啊 真的啊 真的啊 行行行的艺术吧 走走走走走走 有人 这你啥意思啊 这个好 这个不只能看他 他用转转 我想跟你去联系 你去跟我玩脑筋 哈哈哈 你听我解释啊 当家长会结束后 这咋都生气了呢 嗯 我那脸都让他丢光了 我能开心吗 怪怪我呀 老师在上面讲 你在下边讲 不怪你怪谁呀 啊 那我也没有教师这个教 我只能跟下一个讲了 那老师问你问题的时候 你为啥不回答 我不会 你不会 你不能挺能的吗 啊 平时巴巴巴的呀 给你机会你哪不中用了呢 嗯 你会啊 那你会你说 是先有的鸡 还是先有的蛋 是先有的我 还是先有的我爸 我那 那肯定是先有的你爸呗 那没有你爸哪来的你 那不应该 是先有的我吗 难道 在我没出生之前 你跟我拜就拜呀 我 我什么我 哎 你就会你也不中用啊 我 当他独自复原三角模仿时 那不厉害不 厉害 这么厉害呢 王婆卖瓜 自卖自夸 那你知道王婆卖瓜 自卖自夸 是什么意思吗 你说我 我 我当然知道啊 那你知道王婆是个男的 还是个女的王婆 王婆 王婆 那肯定是女的呀 错 王婆是个男的 他的名字叫王婆 因为他平时说话叙叙叨叨 做事情活泼妈妈 所以人们送给他一个卖号叫王婆 哦 那你知道他卖的是什么瓜吗 不知道 王婆他是宋传人 老家在西域 也就是现在的新疆甘肃里 那里种的是胡瓜 虽然长得不好看 但很甜 后来到了青带 被哈密王作为供给 受康熙赏色而夺名哈密瓜 所以他卖的是哈密瓜 这下你知道了吧 这你知道的多啊 行了吧 看这样你还对我 幸亏我就吃它 要不然出题吧 行 最多只能挪动一个木板 把五变成二 开始吧 我跟你说 就这我都研究一天一宿了 一点思绪都没有 咦 就这你们研究一天一宿呗 啊 这可是公公园的考试题 老难了我跟你说 他如果我成功了 你要是成功了 这块西纹给你 外加你一顿烤肉 咋呀 哦 你说的啊 啊我说的啊 说话算数 算数 来吧 那你等我一会啊 咋的 你看这不是二吗 有时候换个角度思考问题 问题会更简单 不是 那可是你这也没挪动木板啊 对啊 你说的是最多只能挪动一个木板 你也没说必须得挪动木板啊 哦 哈哈 再一处提严谨 走啦 干嘛呀 吃火了 帮我吃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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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知道西瓜鱼鱼鱼鱼怎么说吗 不知道 what my learn 大大好厉害啊 这一天哪咋都显着你了是不是啊 来来来你告告我黄瓜鱼鱼鱼怎么说 我一天只能学一个太多了我记不住 我一天只能学一个太多了我记不住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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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上了两夕满月到我喊 在响亮的口号 刚才我拼的下两口子好像吵架了 为啥呀 好像是因为她媳妇天天不上班等下呆着 啊 你是不是暗示我呢 不是 我是看你天天不上班看你的社会脱鬼的嘛 不说 我妈一天天个家看七八个小时都已经 上这天文下这地理 东家长西家短的 她啥不知道我 那你妈今天俩待着别人怎么看她呀 嗯 爸爸 你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 你看 她就个家呆着 别人也看不着她眼了 哈哈哈哈 你说啊 才就这么潇洒 才就这么玩 不用想我以后老了怎么办 我以后没钱了怎么办 那咋的 我老了我没钱了 你养我呀 养你倒不是问题 就看咱现在的身体状态和心理素质 能不能活动那时候还不一定呢 哎呦你们 哈哈哈 行啊你们俩 我明天我就找工作去行了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